这九里祖图腾再现女武神竞技场 当千年前的宿敌再次相遇 竟共同肩负起人类的命运 就在刚刚 众神之父宙斯 强制吸收奥丁神格 这千年来 未曾突破的瓶颈也终于松动 此时的他神力逆天 不可匹尼 压得尺油大地 无法置身 原地塌陷 这人类的极限 根本就无法撼动神明 只见宙斯高高在上 紫色的雷电在他肌肉上来回窜动 他笑了 他甚至感觉自己能触碰到宇宙的奥秘 可也就在他不可匹尼的神力面前 滑下石油大地一声大喝 天龙破城级插入地面 整个女武神竞技场颤抖了起来 下一秒 九座巨大的黑色图腾突然冒出 当众人看到图腾上镶嵌的九颗 威严无比的龙头后 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这竟然是九里族部落的黑龙图腾 这时候 天龙级的九条黑龙再次飞出 直接窜入对应的九里图腾之上 只见图腾上的龙头顿时掩放红光 下一秒 九道褐色龙溪 同时喷出 在空中举为一点 射香宙丝 面对这股要挟的毁灭龙溪 宙丝竟然也只是淡淡一笑 随后 他举起右臂 就是一拳 一道无比纯粹的神力光束 直冲而下 紫色的雷电 包裹其中 不小片刻 两股力量在空中相遇 这说起来 赤油大地的九里毁灭龙溪 霸道无比足以视神 可奈何 此时的宙丝 实力只冲九界 在这天空之上 紫电光束 竟完全压制 毁灭龙溪 转瞬间 就一到达赤油的面前 就在这前军一发之际 一道寒芒突然闪现 竟将双方的攻击 完全卸掉 赤油抬头望去 在他面前的 正是悬缘剑 此刻 人皇帝心 涅槃成功 破壳而出 在他身后 悬缘皇帝虚影 也已接近实质 二人相见之后 虽有千言万语 但却又不曾多言 同时冲向宙丝 只见人皇帝心 与空中 直接祭出 转缘剑阵 将宙丝保围其中 而天龙级 也不示弱 从敌人的头顶和下方 狠狠的刺了出去 谁能想到 这千年的宿敌 今日就配合的如此默契 一时间 剑光乱窜 急影重重 这也可能是人类 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但场外 齐天大圣 他没投金锁 只因为 这所有的攻击 似乎都没有伤到 宙丝分毫 突然 宙丝身上 勒光大爆 竟同时震飞了 转缘剑和天龙级 而这还没完 他竟高举双臂 再次凝聚 神王光束 直击人皇与齿游 此时 二人于空中 并未落地 这一击是避无可避 难道就那么结束了吗 这时 齿游大帝 猛然回头望向地心 一个黑影 窜入地心体内 随后 齿游的面容 竟再次变回 西楚霸王项羽 原来 就在这最后一刻 西楚霸王将赤油战魂 转移到了对方身上 此时 地心的双肩之上 赤油和血缘皇帝 全部齐聚 霸王项羽 默然说道 别让我失望 话音一落 已经变回本身的乌锥马 一月而起 将霸王带入身上 他提枪侧马 大喊 随我冲锋杀敌 竟直接冲向那 蔑视光束 当触碰到的一瞬间 一个声音在竞技场上 久久回荡 今日 我虽死 可我还是西楚霸王 我虽死了